锦衣卫是哪个朝代的? 锦衣卫是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,是皇帝的侍卫机构,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创。 锦衣卫主要职能为长执驾侍卫、巡查击捕、从事侦查、逮捕、审问等活动,也有参与收集军情、策反敌将的工作。 如在万历朝鲜战争中收集了大量的军情,其首领称为锦衣卫指挥使,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,直接向皇帝负责,可以逮捕任何人,包括皇亲国戚,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。